好 欢迎欢迎来理财 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面板厂 那么对于车用电子的这个使用上面的一个运用 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技术跟应用了 待会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友达群创合并的一个纵效 以及群创那么鸿海退出群创的一个考量了 好 在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用连线的一个方式 我们今天线上连线的来宾呢 是我们DigiTimes的专业分析师杨仁杰 Jason 你好 好 各位中网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杨仁杰DigiTimes分析师 好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其实大家对于那个面板的一个运用 都会觉得说那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特别是车用的 我都好希望那个车用的面板能够稍微大一点 可是他们都说那大一点很贵 你知不知道 那我们是不是先跟大家聊一聊 未来车用的一个显示器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可以先跟我们聊一聊吗 好的 那最近的话 最近一些媒体上面都在谈论 纯电动车的议题 就是从Tesla开始很多新兴的车厂 那其他也有一些传统的车厂 像Benz跟Volkswagen也都推出一些 纯电动车的一些车款 那纯电动车跟传统的汽油车比较大的不同 就是因为它从驱动到整个电力系统都是由电池来控制 那我们省去了复杂的动力传输系统 那所以说我们在那个面板的部分呢 也可以做的比较炫一点 比如说在你的座舱里面 像你的前面就整块都是有一块大型的那个面板来组成 就是内部内装上面可以更加的多样化 比如说包含一些曲面的面板 或者是中控仪表 甚至有抬头显示器的部分 可以使得驾驶更加的响艳以及安全 我看过那个Tesla的 那么Tesla它其实在我们的驾驶座的前面 它有一大片的面板 这比iPad还要再大一点 是的 所以如果说车子要显示有靠近甚至行人 它大概都会能够模拟出来的 所以未来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面板 都是用在这个智慧车吗 电动车吗 其实传统的汽油车也开始配备这样子的面板 我整体而言以渗透率来讲 我们还是会希望电动车至少是Hybrid的车子会比较多一些 那现在台湾的面板厂像友达全创都有在做这个吗 是的 那为什么前阵子有听出来说面板的价格在下跌 如果说应用会越来越多 那它的价格为什么会下跌呢 应该这么说我们从面板上面有一些传统的应用 比如说手机平板电脑 Notebook Monitor到TV 这些是比较传统的应用 那在去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在家工作的要求增加 所以Notebook跟平板的需求增加 或者是在家娱乐或打自身的TV 它的需求也增加 那随着解封之后 这些应用就开始有点趋缓 所以面板的价格开始下跌 但是传统的 因为我们以量来讲 以出货量来讲 传统的面板出货量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一些新型的应用 尤其是像车用 或者是比如说元宇宙 那个VR AR这些应用 因为它新型 所以它整体的量还不是很大 但是在未来发展的潜力 是会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是它也一样 成熟的运用 当然价格会有比较下跌的一个压力 可是如果新的运用 虽然价格好 但它量不多 对对对 那现在除了就是我们 你刚刚讲的在电动车 它的一个仪表板 或者是中控台之外 那还有哪一些的一个运用 会是使用到面板吗 是 第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抬头显示器 那抬头显示器的话 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些行车的资讯 直接投影到前挡风玻璃上面 那我们就不必在驾驶的时候 常常必须往下面去瞄 那个中控台的地图等等 我们可以直接从前挡风玻璃 就可以得到必要的资讯这样子 那随着技术的进步 那从传统的WHUD 也就是说在前挡风玻璃的一小块 呈现一些画面 而推进到ARHUD 也就是说我可以把马路上的路况 包含障碍物 包含行人 包含其他的车辆 他的动向直接投影在那个前挡风玻璃前面 我们就可以更简易的去控 不是说控制 就是说更简易的去掌握路况 前面路况的情形 那会不会从后面突然冒催的让车出来 或者是有一些衣物或者是动物跑出来 那可以更增进行车的安全性 天哪如果说那个我驾驶座 然后我前面那一大片的一个玻璃上面可以投影 那不是太幸福的一件事情吗 是没有错 因为我以前在学开车的时候 爸爸就跟我说 你那个照后镜看一下 你左右两边你要看一下 我说爸 我看前面这一片玻璃我已经来不及了 对对对对 那他可以投影啊 对直接投影到天挡风玻璃前面 现在已经有了吗 对已经有了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德国的Benz跟福斯都有一些车款 那除了德国的厂商之外 还有一些大陆的新兴厂商 比如说什么小鹏之类的这种新兴厂商 也开始导入这样子的抬头显示器的产品 的确是 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听到智慧车或电动车 我们大概只有想到Tesla 可是事实上所有的世界级的一个汽车大厂 他们也都在往智慧车电动车 这个方向在努力 然后更智慧然后更聪明 所以他如果用一个不管是刚刚讲的一些AR的技术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一个状况 然后投影到那个那个我们前面那个挡风玻璃最大那一片的话 对 这是女性开车的大福音 是的 原来已经有那么多的这个大厂 像兵士像福斯都在导入 然后中国有一些大厂要导入了 我觉得这个我非常看好 我非常看好 没错没错 对我也很看好 你也很看好 人杰我们不要挂电话 因为我们大家讨论一下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行车记录器 小小的 可是又必须要用 我们待会讨论这个 好我们今天连线的来宾是Digitimes的专业分析师杨仁杰 我们跟大家来探讨一下有很多的面板厂 还有车用电子的一个系统厂商 对于车用的显示器都有很多新的技术跟运用了 我们要让大家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未来很期待有一个抬头的显示器 就直接有个挡风玻璃 哇全部的状况都进去了 就太开心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在台湾现在每个人其实都有装一个那个行车记录器 行车记录器还是小小的 它的面板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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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现在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吗 是的 行车记录器的话 现在我们就是比如说在车外挂一个摄影机 然后在车里面挂一个2.6寸的小面板 好小哦 对对对对 但是从前几年那尤达就有研发一种产品 就是说在比如说我们架子座的上方 架子座的上方会有一个后照镜 就是正上方的后照镜 对对 那那个后照镜呢 那尤达把它做成一个9.6寸的面板 然后它可以显得它可以一般反式有般穿透 也就是说它一般仍然是具有传统Mirror的一个功能 但是它也可以呈现一些路况的景象 而且把一些实际就是行车记录器拍到的一些路况 直接显示在那个上面 也是有同样有一些AR的一些效果存在这样子 所以它就是尺寸更大嘛 对 然后大一点比较容易看得到 然后你说它有用一些穿透的功能 对因为一般来说白面板是只能显示 但是它的话是半反 因为它可以半反式半穿透的功能 所以说它的Mirror 传统的Mirror的功能仍然是存在的 但是它可以显示一些画面 对 哦 所以它也算是一个新的技术吗 是的 它不是尺寸变大而已 对 哦 这种市场会用在比较一般的车子用 车用 嗯 其实也要看情形 一般就是说车子有两种嘛 一种就是整台车出厂的时候 就整个配置里面 我们叫做就是first fear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你买好车之后 再到比如说车用电子行自己去配 那这个是这个是second secondary的一个供应链这样子 就是有这两种不同的方式 不过就是看价值自己的一个配置 嗯 目前大家都是自己买啊 要不然就是尾牙抽奖抽到的 是 什么抽都是抽到行车记录器 哈哈哈哈 那现在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讲了 一般我们开车用之外 其实有一种车 它的造势率跟危险度 其实是蛮高的 就是比较大型的 不管是那种连结车 或者是那个货车 因为他们都说会有一个死角 对 他们更需要装 其实像我们最近交通部 这几年来一直在宣导 所谓内轮差的观念 就是希望我们行人或者是机车 不要跑到打车的那个右内侧 要不然它转弯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 这里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内轮差 那我们的交通部 其实近几年一直在宣导 不过最近在欧洲 欧盟有推出一个新的规范 就是说我们必须 加装一些安全的设施 比如说在驾驶座的左边 跟右边装上一个显示器 然后在外面用camera 或者是更先进的毫米波雷达 去侦测你内轮差 空间里面是不是有异物闯入 然后再去警示这个驾驶人 在转弯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而不是像台湾现在这样 就是纯粹要求机车骑士 或者行人自己去注意这样子 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大型的车子里面 就要装是不是 对 那是欧洲的规定 对 欧盟最近推出了一个规范 所以说像平常我们的驾驶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小镜子 后照镜放在外面 但是这个后照镜都会有一个死角 那怎么办呢 现在就是说 在驾驶座的A柱里面 我们装两块面板 然后这两块面板所显示的画面 就是我们在外面装的camera 或者是毫米波雷达 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画面 这样的话当内轮差里面 有人或者是其他的机车的时候 驾驶员就会知道 就不会说现在 因为是直角 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我转弯的时候碰到 也没有办法 那现在会要求这样子的一个 新的规范 新的一些安全的设施 所以就加装了两块面板 跟一些camera等等 所以就提升了安全性 对 你刚刚讲就是说台湾的话 就是宣导机车组或行人 你要小心 对不对 你不要去 这个在大车后面 他真的看不到你的 到时候算你倒霉 可是你说欧洲人家 是装了一些感应器 对提醒驾驶说 你后面有人 你要嗶嗶嗶 或者要提醒你了 你要稍微看一下 是的 对 我觉得那个视觉的死角 必须要透过 更灵敏的一个感应器 不然的话 有很多的憾事会发生 对没有错 不过说实在的 这种感应器 我觉得真的挺麻烦的 因为真的真的 因为坦白讲 其实我的车 它有一个很灵敏的 一个那个感应器 就是我如果有 旁边也有车 很靠近我的时候 它会嗶嗶嗶 叫得我快烦死了 可是问题是 下班回家的时候 一堆机车就在我的身边 所以我的车 它就一直出现红线 然后就开始嗶嗶嗶 逼到你快要疯了 对 没有办法 所以这到底造个什么 能够让感应 能够更 就是 就是 敏感是需要 可是我觉得它不符合人性 它应该提醒那些机车 你不要再碰到我了 那机车真的是 非常的靠近 我觉得机车组 其实真的非常危险 像我走最内侧车道 它都会忽然 最内侧 它都会忽然 从我的左边冒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它怎么冒出来的 嗯 对啊 对啊 那现在大型车 我觉得很危险 因为包括 大型的巴士 或者是货车 那个连接车 那个常常一发生问题 都是 都是人命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哦 那这样这个问题的话 这个感应器 或者这个 加装那个显示器 也是面板可以做到的吗 对 那个显示器 就是两块面板 就是FIA住后面 加装一块面板 然后它所显示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在车外 装的camera 所拍摄到的内容 对 所以说如果有人 在这个危险区域里面的时候 驾驶人就很容易的 就可以看到 透过那块面板 哦 所以听起来技术并不困难吗 是的 哦 然后只是 能不能做 然后市场的一个需要 我觉得市场是很需要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 为什么 呃 大家在讲面板的时候 都讲车用的一个呃 面板 原来是它的运用 其实会越来越多 对对 哦 你看我们刚刚还在做 那个台股分析的时候 都说哎 那个手机啊 可能大家都不想换了 对不对 因为得过且过 然后等到也许明年 有更辣的亮点才要换 可是如果说为了呃 行车的一个安全 或者是用路人的安全的话 可能这些我觉得 如果是驾驶 只会愿意要用 而且这几年当中 我觉得那个车子卖的超好的 嗯 对啊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开车的人也变多了 或者是有人没出国 然后也没花钱 然后干脆就把这个钱 拿来买车了 是的 对 然后车子越来越多 然后这些需要就很多了 那我们待会除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些车用这个面板厂的一个运用 跟新科技之外 我们待会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友达跟群创 那么合并有没有谱 那今天我们大概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说 其实是往乐观的方向在发展 但他们也讲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 他们大家都需要政治分析师 不是只有金颜半导体 需要政治分析师 面板也需要 为什么我们待会讨论 然后还有就是洪海退出了群创 那退出群创 是不是也为了合并再做一个铺路 还是洪海自己的一个考量 你待会都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不好 你待会不会就电话打不通了 不会吧 不会 感谢你 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好 谢谢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 这里是I like radio 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了 好 我们今天线上连线的来宾 是我们Digi Times的专业分析师 杨仁杰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面板 那么用在这个车用电子当中的一些 新的运用跟未来的一些展望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我们的专业分析师 杨仁杰来聊到 因为最近新闻很多 都在讲说友达跟群创要合并了 那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 是友达董事长说 他其实是很开放的 是很开放的一个态度 我们先来谈一谈 友达跟群创要合并 其实以前也提过 就是说干脆把这些都合并好了 因为价格都会有些波动 只要进入一个景气循环 然后这个低潮的时候 就说那就合并吧 不用再分猫还是分老虎了 就把他们合并吧 为什么常常都会出现 合并这样的字眼的观察呢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这些Times分析师杨仁杰 大家好 那是这样子 因为先前为什么会传出 友达跟群创要合并呢 就是因为这两家公司 不约而同的发生减资的情形 然后那个原本的法人 又改变身份 并且自然人的懂事 所以使得有些人就有 红海是不是要退出群创的 这样子一个思考 但是刚才提到车用面板的时候 那我就有想到一个情形 就是友达跟群创这两家公司 其实分别都有投资一些下游 也就是说传统而言来讲的话 车用面板 以面板厂的一个身份 就是直接跟车用电子的整合商 去合作 然后再去跟车厂订下单 但是以现在的状况 由于刚才提到的一些 只会做汤或者是曲面面板 那对于面板厂来讲 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说面板厂会去往下游去延伸 然后直接去跟车厂下单 就不必经过传统的车用电子整合商这样子 所以这个供应链改变呢 对于面板厂的纵效是提升的 那至于友达跟群创会不会要合并呢 那合并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要提升所谓的规模经济 但是规模经济这个观念 会比较倾向于 刚才提到一些传统的电子产品 像TV Monitor Notebook 手机Tablet 这些产品 但是在车用这种非常特质化的产品来讲的话 那个规模经济就不见得那么需要 所以说像友达昨天也提到 就是说我是开放态度 但是重点是合并之后能不能产生更好的纵效 才会是一个重点 然后是要我们去猜测嘛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可能还没有办法判断说一定会合并 这样子 那就你的一个判断 因为我觉得也不是只有最近才叫他们合并嘛 之前也有说几家几家要合并的 因为都有讲说到底谁是老虎谁是猫 那不管再怎么样 坦白讲其实中国的面板占的全世界的比例其实是蛮高的 台湾占的比例其实没那么高 那合并之后 对没有错没有错 因为中国大陆主要来讲的话 他们主要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 然后以政府的力量去扩张 扩张它的一个产业规模 那其实以其他的国家没有像这么强大的政府支持的话 要去跟它硬碰硬其实不太容易了 所以你判断就算说我们要猜它要合并 它未必的忠效就会出现 对没有错没有错 那可是看起来他们老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战当中 起起伏伏的 其实他们这一次会要减资或业绩不好 跟大陆封城有很大的关系 嗯 是是的 对啊 所以你可以说非战之罪 但是就这样子一直在这边起起伏伏的 的确也让投资人其实蛮焦虑的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个产业 是是是 对 那其实一个方面的话 比台厂现在不太容易在规模经济上面 打向中国大陆的状况之下 我们会希望面板厂 其实面板厂最近几年一直在做 就是往地基的产品 高附加价值 高毛利的产品 而不会去陷入规模经济跟价格战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一直陷在那个部分 那基本上是苍原来讲是不是对手这样子 那以未来来讲的话 因为友达跟群尚在AMOLED就是面板的这个技术投资上面是有 有点迟也迟了那有点失去先机 那波子两家厂商在于更先进的显示器 例如miniLED背光跟microLED目前是比较积极的在投资 那算是一个放眼未来的一个投资 未来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那个是用在哪里啊 比如说以现在来间接段来讲 miniLED是拿来当TFD LCD面板的一个背光模组 那我可以提升它的一个动态对比 以现在间接段来讲一些电竞用的monitor 或者是notebook都已经导入这样子的miniLED背光 那未来也会往车用这个部分来发展 那miniLED仍然是一个背光模组 那未来会发展到microLED 现阶段来讲microLED还是会以那种超大尺寸 比较昂贵的那个大型那个显示幕 比如说100寸200寸那种显示幕 不过在未来可能会先往那个极小尺寸 像ARVR用那个小的面板 那长远来讲也可能会往车用显示器 那个部分去发展 这个就是自发光的就不是背光模组 那未来甚至有机会去跟AMOLED做一个抗衡 那谁要用100寸200寸的啊 对对的100寸200寸的是一个大型的那个显示幕 比如说公用显示器对公用显示器 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广告啊看板这样 广告看板 对对对对对 那那又是使用有限啊价格昂贵啊 对对对没有错 所以MICROLED真的要普及化可能还是会比较放眼未来这样 所以放眼未来的其实还有蛮多的 你刚刚讲这些的运用 然后还有就是车用的一个运用 还有元宇宙的一个商机 看起来是有机会 但也没太大的把握啊 是应该是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算尤达跟车浪这个部分 算是比较超前部署这样子 因为他们在AMOLED这块算是比较 就是失去先机 所以他就超前部署去往MICROLED来发展这样子 那根据你的研究你会看好他们两个合并吗 合并哦 就我个人是比较保守这样子 因为说实在也不是才最近喊出来了 已经喊了很多年了 不过我老觉得就是说研究面板的也真的蛮辛苦的 因为像电视啊那种电脑啊手机啊 这种需求都是因为价格会一直下来的 对你说要赚钱其实不容易碰到淡季 会碰到封城那更惨 所以今年面板像做那种直升机一样 忽然上去价格冲上去 然后现在又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当这老板也当了蛮辛苦的 当他的股东也蛮辛苦的 好我们今天大概透过您的分析之后 大概可以知道面板的一个车用的一个发展 还有他们合并的一个中效 让大家可能会发现到说 他的市占率还是不高 所以合并的一个我们讲的中效 可能也不会那么的一个明显 那大家看两个老大是怎么谈的 这个我们大概也就不会那么清楚了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杨仁杰 那么跟大家做这么清楚的一个分享 谢谢人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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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